欢迎和泡泡一起来老君山茶蘑菇 这里的蘑菇不仅多的令人发指 而且也可爱的令人发指 今天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不要说就一直是这样的路 会好的吧应该 万万没想到还真一直是这样的路 做一条省道居然是土路 所以我们村没有水泥路 那真是太正常了 这个路真是太难走了 走了20公里土路才到景区门口 这是景区出口 门票80块钱 然后还要再走10公里才到停车场 也就是徒步的起点 给大家展示一下景区内的道路 有没有人见过要开30公里土路 到达的景区 在山顶上了 到这里已经正好时空了 我准备有个湖 上面有房子了 应该就是这里了 只有两辆车 我们的第三辆有辆停在路上 一上山发现了好多这种浆果 这是覆盆子吗 一直想种就种不出来 摘又没摘到的 酸酸甜甜的 好吃吗 还不错 接受的很吗 好奇怪的 这个好奇怪 我现在已经能听声音分辨蘑菇 结实不结实了 是吗 我进阶了 是红菇 那种皱皱的干 我原称之为虎皮红菇 太奇怪了 完全不可思议那么多 这是鸡棕吗 它有个很硬的顶 脚也很长 这不是鸡棕 是一种口膜 不能吃的 天呐 这个宝宝超可爱 好 臭麻麻的 你这里有好多网盖牛干菌 超级好彩的 还有鸡肉菌 好大朵 哇 这朵超大 就是被虫子吃的有点厉害 这盖子太有特色了 我觉得很像那个什么木雕刻刀刻出来的样子 卡住了 哇 这个好可爱 红恐犀牛干菌 变色变得特别快 也是红恐的 这什么 好弹 好神奇啊 磕盖刺银耳 这两个比五里胡的大好多 好多蜜蜜麻的小尺 然后整个是胶质感的 它本身就像一种甜点 它的味道很淡 就像没有放任何调料的银耳的感觉 做甜点肯定是极好的 哇 哇 好大一个啊 你看见吗 这后面还有一个 有两个 哇 哇 谁能信啊 站在两米的范围采了五种 还有那么好的 这个声音听着就好 在刮保熟 哇 完美 对 脚也很硬 对 完全没有被虫子吃过的 好棒 而且谁能信啊 后面还有一个 变分结实 嗯 哇 这两脚更大 哇 这个都是白的 都是 对 还非常嫩的 黑色的 黑 我知道它是啥 菌子还蛮漂亮 菌盖很漂亮 黑里透着紫 紫里发着红 毫无疑问 这是红菇薯的一个新种 真的超级好看 你看它均着边缘也是紫色的 就好像用彩迁画上去的 这个好漂亮 它会是个什么呢 种了一种 天鹅融的那种 深层的皇家的贵族质感的高贵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会导致极性肾衰竭的四抹去 没错 这就是禁血红丝抹菌 有毒 巫食会导致肾衰竭 试个字看看 这好像不算变色吧 菌肉黄色 基本上不变色 稍微有一点点变蓝 请专家辨认 这是仪食黄肉牛肝菌 可以吃的 哇木耳 咚咚 这个木耳好厚 既然是在滇西北地区 那我大胆的猜一个西藏木耳吧 这些好可爱 全是小牙齿 怎么会有这样的木耳 这个超可爱 像一个气球 就像一把透明的软糖一样 它正面上面有白色的毛毛 很短很短的毛毛 像一朵花一样 哇 一朵牡丹花 它这是好多个紫实体 聚合在一起太挤了 然后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两个就是还没有长开 像一个小杯子 葡萄梅酒夜光杯的那种 正好有葡萄色的 葡萄做的葡萄杯 紫葡萄 我的天呐 这个太可爱了吧 鲨鱼色的果冻 太可爱了 我的天太可爱了 去哪了 我现在不知泡泡 今年遇见的最可爱的蘑菇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天呐 我的猫咪了 在这个石头台阶的缝缝里 发现了一个黑黑的蘑菇 那棍子平安 我里面很深 我里面很深 说的都被吃掉了 天呐 是红菇 紫色的黑紫 就是最开始 我们在下面发现了那种 紫色的红菇 好漂亮 真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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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了 今天的收获很满意哦 明天回到里再看看还有没有蘑菇 下期见拜拜